我是浩羊,相传泰国有一种古老邪术 用火烧尸体的下巴做成石油 只要把石油磨在喜欢的女孩的身上 你想干啥就干啥 这么神奇吗? 石油现在风上 故事一开始,一个老和尚来到泰国边境 正在做入境检查 负责检查的工作人员 把老和尚的包翻了个地儿朝天 最后看上了老和尚脖子上的小挂件 原来这个小挂件不简单 里边放的就是传说中的石油 几个工作人员你看看我瞧瞧 一个妹子还特别好奇的闻了闻 嗯,果然很上头 大家当然不相信这就是石油 认为老和尚就是个骗子 直接把他轰走了 没想到的是 老和尚牵脚刚走出检查站 就挨了棒锤 被几个小伙子打倒在地 石油也被抢走了 呵,这几个人还挺识货 就在这天晚上 那个闻了石油的妹子正在睡觉 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自娱自乐 呵,这石油还真管用 妹子玩的正高兴的 突然一个黑鬼出现了 紧接着屏幕一黑 看来这妹子凶多吉少 第二天 我们的女主终于出现了 容颜娇媚体态恶娜 长得像朵花 所以叫翠花 翠花在公司里备受吹捧 特别是翠花的上司 小胡子 小胡子还送给翠花 一个特别的玩具 呵,这玩具真的大 铁柱是翠花的同事 对于翠花 他同样垂涎已久 这一天 他从好机友身上 拿到一瓶石油 嗯,咋这么眼熟呢 好机友强烈推荐 这瓶石油是他大哥给的 他大哥早就试过 效果非常的好 只要往女生身上抹一抹 想干啥就干啥 铁柱一听 当时就心动了 身体也想动一动 他拿着石油 不干的坏事 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这天晚上 铁柱行动了 因为不了解具体用法 铁柱把一整瓶石油 倒进了女主翠花的杯子里 石油是用来抹的 你倒好 还给人家喝上来 不出点事 那真是对不起你 因为吞食了过多石油 回家的路上 翠花开始有反应了 铁柱忍不住 伸出胖乎乎的咸猪手 就在铁柱即将得逞的时候 女主翠花却突然 清醒了过来 一声大吼 把铁柱赶下了车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不可能 这要劲儿老上头了 管你光头还是肥老 给我盘 但不一会儿 那个熟悉的黑鬼 又出现了 他是出来搞事情的 就这样 再大的铁柱也受不了 直接领了盒饭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翠花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鬼附身了 而且还是个黑鬼 第二天一早 翠花偶遇了 他的高中同学小浪 两人上学的时候 就有点小暧昧 再次见面 分外脸红 啊不对 分外脸红 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又来了 翠花给小浪 留下了这条电话 多联系哦 然后就回到了公司 翠花刚走进公司大门 同事就把他叫住了 哎 那个大长腿 你别走 刚才来几个警察 老板正找你呢 翠花走进老板小胡子的办公室 一个警察说 昨天晚上铁柱失踪了 他身上还带着几十万的公款 听说昨晚上铁柱和你在一块 说 你俩是不是想携款私套 呵 这话说的老板都不信 美女爱猪狼 除非他有钱 送走警察之后 小胡子开始想不住了 晚上他想约翠花吃饭 身体也想动一动 晚上 小胡子和翠花吃饭的时候 偷偷的在翠花的杯子里下了药 呵 果然老不正经 小胡子正在瞎弄腾的 翠花突然睁开眼睛 黑鬼又出现了 小胡子当场就下年了 直接开跑 对于这一切 翠花其实一无所知 这一天 他找到自己的老同学 小浪 还想和人家谈谈心 但这小浪也不正经 身体也想动一动 但这一次 翠花也想动一动 毕竟老相好 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又是第二天 翠花的上司小胡子 在警局里自杀了 留了小胡子逃跑之后 没来得及穿裤子 就在大街上裸奔 还大喊有鬼 被抓进警局 后来就自杀了 看到这一幕 负责探案的警察正纳闷呢 又正好看到 另一个牢房里 有一个老和尚 正在傻笑 咋这么熟悉呢 这不正是开头 那个老和尚吗 老和尚就说了 知道小胡子 为什么自杀吗 他就是被石油 给缠上了 原来那瓶石油 是从一个冤死的孕妇下巴上 提炼出来的 用的好就是 加强版的印度深油 用的不好 就会被恶鬼缠身 很明显 翠花真是被恶鬼上身了 很快警察找到翠花 坦白的告诉他 最近这两起命案 都和你有关呀 你呀 看来就是被恶鬼缠身了 和你睡过的人 都要一口饭 怎么可能 那小浪是怎么回事 不信 要不再试试 为了验证警察的说法 翠花再次找到小浪 但是 悲哀的发现 曾经的海市山盟 都是假的 男人 没个正经的 翠花一看就知道自己上当了 因为小浪早说过 根本没有女朋友 对付小浪这种男人 就得付出代价 你不是要睡吗 那就睡个够吧 黑鬼又出现了 在一身伤的死喊中 小浪随之令了好饭 呃 还得多谢那个警察 但是最后 翠花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 又开始了心理生活 利用罪的特殊能力 去逞得养散了 呃 果然很正能量 看了这个电影 我真要说 这个电影是真的大 啊脑洞很大 好了 我是老娘 我们下期再见 就说对了 感谢观看